经常外出就餐的人们,不知道发现没有,很多饭店都喜欢用古画做装饰,比如出现频率最高的这幅图对于这幅画,大部分人还是熟悉的图书南唐故红中韩西在夜恋图北京故宫博物院唐一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幅画里暗藏了哪些显为人知的秘密,这幅画描述的是南唐时期,帝国的老大是鼎鼎有名的后主黎玉,这时的南唐集团内部系统十分混乱,且肉斗争激烈, 图书南唐后主李玉像玩画卷中的主角魏韩西在,原是北方贵族出身,后头是南唐,是朝唐众臣,李玉常常对来自北方的他,多有猜忌,韩西在为了保护自己,设了一个局,一日,他在家设宴邀约亲朋好友,在歌情乐,根本不像正常的公务员该有的样子,得知消息的李玉立刻派了画院的顾红中去暗中查探,这幅画卷每一部分画面都是靠屏风分割的,为的就是让看画的人 认定,韩西在就是个纵情深色的草包,二第一幕,听琵琶,宴会开始,大家正经为做观赏演奏,这时的人们还有点小拘谨,第二幕,六一独舞,韩西在开始表演了,他脱了青灰外衣,大面,折马外衫衬白袍,亲自为五娘伴奏,佳剧王乌山跳六一舞,大家也开始不规矩了,第三幕,面间小气, 这时候,大家已经完全放开自我,韩西在本身更是一幅沉迷温柔香的软骨头样,第一次幕,管越合奏,画面越来越劲爆了,韩西在干脆都脱掉了衣服,啥也不管了就是要换,在场的冰客也不老实,隔着屏风和小姐姐搭讪,第五幕,冰客丑影,这一幕,冰客们恭敬客套的面具全撕掉,完全上而不宜了, 三古代画卷观看的顺序,是从右往左看,观看画的人拉动卷轴,一个时间只能看到画面的一部分,所以,当一个人拿到画卷的时候,随着屏风的不断分割,他眼前的画面也越来越开放,自然会对韩西在纵情声色的印象越来越深刻,这么一来,当李玉拿到这幅画卷时,一定是对韩西在的印象越来越负面,说不定一怒之下把韩西在逐出朝廷, 此但是,就在这幅告密画即将完成的时候,顾红中描会享乐场面的笔数却停了下来,因为在宴会的最后,他看到了这样的韩西在,演习结束,酒保饭足,人们开始毫无顾忌地展露自己的欲望,有人手揽美人,将要共度春宵,有人柔鱼紧握,调笑玩闹,在冰客最衣冠不整放浪行孩的时刻,韩西在居然没有理所当然的沉迷声色之中,他的眼神清醒而沉重,仔细看, 甚至还有些悲凉,韩西在身为重臣,绿洁南堂三代帝王,他如何不知道偏居易于,只顾纸最精密的南堂已处在遥遥与坠中,更惨到真相的他,偏偏又身处全力惊讶的忠心,再多的洞察,也只能化作掩饰无奈的声色享乐,但暗中窥探的顾红中,却以艺术家的敏锐直觉,察觉到了韩西在放浪行孩背后所有的清醒和悲凉,所以他在画卷最后,特意将清醒而悲凉的 韩西在置于画面正中,顾红中以这样的方式将所洞察到的真相上大天听,告诉高高站上的帝王,摇摇欲坠的大厦之中,还有这么一位为国家命运而清醒,而担忧的人,可惜的是,沉浸带公愁交错,粗手红眼里的李玉,只看到了自己想要看到的。